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今天在张仪展览中心正式开幕 为期六天的航空展将在来临周末开放 让民众购票参观 交通部长徐方达今天在张仪展览中心为航空展进行剪彩 这次航展有来自50个国家地区的1000多间公司来参与 另外包括新加坡空军部队在内 这次也将有六组飞行队参与空中展演 是数量最多的一次 新加坡空军部队以一架F-15SG战斗机和AEH-64D阿帕奇直升机 还将在空中进行高难度的飞行表演 而中国飞机制造商中国商飞公司研制的载体客机C919 也将首次在海外航空展亮相 我们下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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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限